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媒体报道,国民党有意征召立为蒋万安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,对此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则语重心长地表示,若不禁初选直接以征召是拱他参选,无非是在毁掉蒋万安。 国民党前立委孙大千则早在脸书发文分析国民党在2016年一败涂地主因,他指出是因为国民党完全没有跟上时代脚步,他表示国民党一直以来有四大盲点,第一过度相信蓝绿对决的概念,其次在结构上就是一个权贵阶级和地方派系的结合, 人才多正二代及派系接棒人,难吸引年轻人认同,再则是国民党永远害怕党内的竞争,凡事要与汉为贵,最后国民党内有太多大佬习惯在幕后操控。 孙大千直言,若国民党还相信只要候选人年轻颜值高就可以吸引到他们的选票,这不但不至对台北市的年轻选民和妇女朋友来说, 更是一个侮辱,并且他直言,若不经初选而是以征兆的方式供蒋万安参选台北市长,他认为这样反而是反效果,无非是在毁掉蒋万安最后他感叹,难怪国民党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成功扶植过新秀。